大會攝影師會揮手 代表總統蔡英文出席活動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剪輯活動精華短影音 就連體驗飛行傘也製作影片 搭配輕快音樂 放上臉書社群吸引網友點閱 這也是台灣 在信賴供應鏈裡面的角色 我們不會去偷人家的資安的問題 去擾亂這個世界的刺繫 林佳龍社群經營相當活躍 充滿圖卡短影音 積極跟網友互動累積聲量 而過去蘇貞昌2019年組閣前 也事先成立影音小組 傳出賴清德首任隔魁林佳龍呼聲相當高 賴清德未來的準總統 他一定會選出對國家最適合的人才 林佳龍的行政力量是很完整的嗎 沒有 我們目前沒有聽到相關訊息 也不適合評論 林佳龍行日子弟兵低調不多談 但根據三列新聞掌握 賴清德目前隔魁人選似乎已有定案 林佳龍以及前主席卓龍泰兩人呼聲最高 其他曾被點名的像是沈容金 未來的隔魁他勢必在政策能力之外 他的政治能力 他的手腕也必須在政治的份量上 是值得大家能夠敬重 新國會藍白磨刀霍霍 首任隔魁要扛得住壓力外 也要能貫徹賴清德意志 人選是誰各界高度關注 三星華社博 遊樂部台北參謀道